現在鍍膜維護劑已經變成一個很常態大家喜歡詢問的產品 你今天是完全很懶的打蠟 你只是想車子可以有不錯的潑水跟一定的亮度 那你就可以選用鍍膜維護劑 漂亮的水珠就這樣展現 你是不是鍍膜車不是重點 大家好我是X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鍍膜維護劑 因為最近鍍膜的朋友越來越多 而鍍膜維護劑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它又在什麼時候弄呢 基本上是用在我們打蠟與打蠟之間 我們懶的打蠟 然後但是想要有良好的潑水 或者是說你今天是完全很懶的打蠟 你只是想車子可以有不錯的潑水跟一定的亮度 那你就可以選用鍍膜維護劑 因為所謂的鍍膜維護劑 其實在市面上可以說是90%以上 它都是屬於潑水劑 而成分分很多種 其中從比較劣質比較不好的 不適用於車體的 他們就是用一些水性素質啦 乳化劑啦 離型劑啦 這類的產品來做 潑水劑這個名詞的取代 因為一般消費者可能看到有潑水就覺得它很棒了 但實際上一個好的潑水劑或者是鍍膜維護劑 它其實是不能用到乳化劑以及素質的成分的 如果你常用那種成分 我們就會聽到外面常常一些很厲害的老司機 他會講說 水鍍膜不要用啊 鍍膜維護劑不要用 因為用久了車子會霧掉啦 會黃掉啦 會花掉啦 會更難洗啦 那類傳統的就是因為是被乳化劑 很容易髒很容易黏 然後素質會黃會霧 所以基本上一個好的鍍膜維護劑是不可以有這兩樣東西 而我們的鍍膜維護劑是完全不含這兩樣東西 同時它是有非常長效的 磨厚以及潑水配方 如果你底下你打的蠟或你本身原本的鍍膜 及包膜品質越高 它能夠展現出來的亮度以及耐久度 以及磨厚和潑水就會更驚人更迷人 好那很多人也有一個疑問 就是鍍膜維護劑跟一般車蠟 有什麼不同呢 一般車蠟主要的成分都會是純蠟 有的會加上一些素質啦 沒有這是比較不好的東西 但還是有人加 然後有一些乳蠟裡面會加乳化劑啦 或者是其他 很複雜 反正都會跟你寫什麼聚合物成分 這類的產品 他們會用在蠟裡面 通常它的成本一定比較便宜 而鍍膜維護劑類的成本一定比較高 因為它已經幫你做好一整罐了 所以相對它會比較貴 但是它比較方便操作 好那試做方法有很多種 通常 我們如果今天 很霸氣我們真的很懶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薄薄的全車噴霧完之後 直接高壓沖水 但那樣子的話你可能一次就用掉半罐 很傷錢 所以我們不建議這樣做 而另外兩種方式的話 第一種就是屬於我們簡單塗抹 你可以做的是 我噴 一點在我這一個要濕做的表面 然後拿一個海綿 很均勻的塗抹在我們的玻璃啦 漆面啦 喔 我們的鍍膜維護劑 不管你是玻璃塑膠橡膠 輪桿燈殼 都可以使用 不管你是鍍膜包膜 還是 一般的車漆 你都可以使用 好 這是一種我們直接噴灑在這一個區域之後 大概三分之一的範圍 將它塗抹均勻 另外一種方式是你也可以直接噴灑在你的 海綿上面 然後稍微的用手可以把它推均勻 也可以不用 然後也是一樣 好很輕鬆很仔細的 不要出力的 將我們的鍍膜維護劑均勻的塗抹漆面啦 燈殼也可以啊 鍍鉻也好啊 塑膠件橡膠件 只要 你想打 它都可以打 然後多餘的水分我們把它去掉 施測的時候就可以操作 好 大家可以看這樣操作噴一噴 然後將它推開 我們先試做整個 正面給大家看 玻璃的部分也一樣 我們可以選擇 噴上面也可以選擇噴在棉上面 然後將它均勻的推開 只要看到有這種薄薄的水霧狀 好像油膜一樣就對了 然後在我們塗抹完之後呢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是 我們用 水 盡量如果有高壓就用高壓 如果沒有就用低壓 我們的目的只是在於 第一個 讓它很均勻的分布 第二個 讓它冷卻固化 然後就可以 擦乾淨完成的我們的濕作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沖水喔 然後 先把水煮沖 再沖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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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將我們的鍍模維護劑沖很均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大部分的水已經流掉了 這時候其實就完成濕作 至於水珠你會覺得還沒有非常的挺力跟均勻的 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沒有把過多的鍍模維護劑擦掉 等一下我們做濕收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等一下泡水就會變超好 我們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拿一條布 將過多的 維護劑擦乾 那等它稍微乾燥一下之後 我們這時候再沖水 它就會得到 漂亮的潑水 漂亮的水珠 而如果你在等它固化可能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之後呢 它的潑水未來的還要更好 好 在我們沖完水之後呢 我們拿一條乾淨的布 將我們有鍍模維護劑的部分 先用一條維絲布 帶有水氣的布 將它擦過一遍 這時候不用均勵再擦乾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把多餘的水跟維護劑擦掉 有點類似下蠟的概念 有點類似下蠟的概念 好 全部擦完之後呢 我們再拿一條乾布 乾布的目的是在於把多餘的水氣給收乾 而我們這樣子一次實作 其實如果你是室內車的話 它的效果已經可以撐到大概 兩個月以上 那如果你是室外車的話 一個月也是OK啦 你們做完之後摸摸看 我們鍍模維護劑的滑度是非常驚人的 又滑又厚又亮又潑水 又耐久 這是一支非常好的產品 我自己很喜歡 如果我 沒有時間打蠟 快速洗車 我可能 花15分鐘 20分鐘就把車子洗好之後 噴鍍模維護劑加上擦乾 半個小時我們就可以完成日常的維護了 剛剛有講過 如果你真的覺得你不想要塗抹 那你可以以霧狀 霧狀去噴灑整片門 但是切記不要噴太多 噴太多除了很貴之外 再來就是你會造成 過多的維護劑 然後下不乾淨OK 好一樣 我們拿出你的高壓水也好 低壓水也好 全部噴完之後 因為噴你的量一定比較多 所以要耐心的沖出潑水 將潑水沖出來 就代表你完成他的濕作 OK 漂亮的水珠就這樣展現 好我們把濕布拿來 做第一次的 擦拭 將多餘的維護劑 然後還有我們的水珠 給擦乾淨 好這裡沒有太多的技巧 就是 將它擦過一遍 然後再拿一條乾布 將水珠給擦乾淨 把水珠給收乾 這其實就是 很多時候 大家會看到一些什麼 收水的方法 噴一些 QD 噴蠟 還是噴什麼收水器 其實它原理就只是 讓你的這個表面 增加一點 輸水性 而導致水珠更容易 挺立被 不吸收 就是這樣而已 其實它沒有什麼美感 如果你們 要把水收得好的話 把不沾濕 也可以收得很好 先把不沾濕再擰乾 這樣你們收水的效率就會加倍 而實際上 如果你平常有好好打蠟 有好好維護的話 水珠挺立的狀態 你怎麼樣擦 都很好擦 這樣就全乾了 OK 好 那在完全沒有水氣的情況下 如果我們在等它一個 15分鐘 20分鐘 完全乾燥之後 它的潑水會超強 但是我們現在是可以直接 噴給大家看 我們看到噴過去之後 大部分的水已經流掉了 大部分水已經流掉了 這台車 沒有鍍膜 這台車沒有鍍膜 但是他們一直都是用鍍膜維護器來做維護 但它就可以達到 一般鍍膜的效果啦 那如果你底下有鍍膜 當然潑水就會更誇張的好 或者是如果你有打一般很好的蠟 像我們的 黑滴絲之盾 或者是我們的 咒絲之盾 它的潑水會 非常誇張的驚人 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如何用 直接噴跟擦的方式 因為有些人可能喜歡擦乾了在實作 我們就用我們的門檻 來做示範 首先你要準備一條濕的 但是完全擰乾的布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坊間有一些的鍍膜維護器 或者是所謂的噴霧鍍膜 噴霧風體噴蠟 他們都會叫你用乾布 那通常用乾布有 兩個原因 第一個它可能成分是含有乳化劑跟素質 所以碰到水它其實很麻煩 會附著變差啦 然後或者是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用濕布 因為它不會吸太多 它可以幫你省很多 它可以幫你省非常多的藥劑的使用 它也可以減少一些刮傷的可能性 而且同時瞬間去冷卻固化它 一次搞定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怎麼用門檻 首先 我們只要 輕輕的噴一些在我們的布上面 然後擦拭在我們的門檻內側 好 就這樣擦過去 很簡單的擦拭 什麼都不用做 OK那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拿一條 乾布 再把它擦過去 那你不用乾布擦也沒有關係 但是用乾布擦它的效果會更好 因為將多餘的水汽給收掉 將多餘的水汽給收掉 這樣子 就完成我們的保養了 你看又亮又滑 又潑水 這樣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維護 那車身可不可以這麼做 可以 比如說我們把這邊車身給完全擦乾 用一條乾布 一樣特別的把這一塊擦得非常乾 OK然後一樣拿出我們的微濕布 記得喔 把水都擰掉的狀態就OK 直接噴在我們的 濕布上面 然後輕輕的 很多人說這個動作叫避免刮傷啦 減少鍍膜 不要刮到你的鍍膜 當然鍍膜沒有那麼脆弱好嗎 大家不要背太多的畫素給 就這樣 好 擦過之後呢 我們一樣拿一條乾布 最好是拿乾布 因為我們前面用濕布的目的是為了一次固化以及節省我們鍍膜微污劑的使用 然後再把它擦過去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厚度 亮度 滑度 一樣搞定 OK 希望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不管是鍍膜車包摩車還是一般車 你對鍍膜微污劑 有什麼想法以及有什麼疑問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 然後呢 拜託大家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效果方面的話 通常這類噴霧的效果 會比較著重在 表面的潑水跟滑度 但是呢 你要從底部亮出來的亮度 其實用純蠟的效果 會遠比鍍膜微污劑好 那兩者之間可不可以交互使用呢 非常可以 但是我們通常會建議你是先打完蠟 再用鍍膜微污劑把它給封起來 而如果你想要在鍍膜微污劑後面用蠟 我們則建議你下一次再好好打蠟 把蠟再打在它的膜後上面 這樣子效果才會達到最好 こちら我們先打開 注意這些字幕會努力 那邊 我們先打開 讓你看到 雷 雷 雷